一位大陸民眾到海外留學後 瞭解到很多真相 他化名平安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平安說 我生活在中國大陸二十幾年 因為中共洗腦的原因 之前對中共深信不疑 直到我在社交媒體轉發一些消息 被警察上門詢問 並搶去我的手機查看內容 我意識到中國是沒有自由的國家 我出國留學了 在YouTube上 我瞭解到很多真相 我的世界觀徹底顛覆了 今天我在一座城市看到了活摘器官酷刑展示 我看了很久很久 眼淚一直在打轉 後來 我和一名法輪功學員聊了很多 我心裡的迷惑被一個個解開 我自認是一個心裡還存在善念的人 我不會做沉默的人 相反我會勇敢的發聲 我會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告訴我的朋友和家人法輪功迫害真相 一個人力量很微弱 但是小河流可以集成大海 謝謝你們 自此我也想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與它徹底決裂